开斋节的曙光才刚升起 但下一秒 加萨地区马上又有空袭爆发 现场瓦砾残骸碎满地家园 瞬间被毁 一巴冲突越演越烈 这名加萨大楼的屋主就突然接到警告电话 看他对话的是以色列国防军 才刚通知很快要炸掉这栋大楼 果然没多久 炮弹从天而降 扬起阵阵浓烟 而之后一旁的大楼也迅速垮塌 然后以为平地 报复以色列空袭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 在天空留下多道烟痕 警报声同时响彻街头 市内民众狂奔冲到地下室 而其他户外用餐的人也无奈起身撤离 现场一名妇女似乎被警报吓坏 跪趴在地 CN记者连线直警一出大楼墙面被炸出一个大洞 搬卖电视台同样记录下焦火瞬间 目前以把双方毫无停火的迹象 以色列更传出要动员9000名的后备军人准备展开地面攻击 哈马斯发言人同样口出狂言表示做决定轰炸以色列任何城市比喝水还简单 另外哈马斯还公布发射自杀无人机的宣传片 不过以色列表示已经顺利拦截 根据报道哈马斯目前已经发射近2000枚的火箭 但以色列靠着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了约9成 只是除了两军交火百姓间的族群仇恨跟着恶化 以色列这几天不断传出有阿拉伯裔市民遭到攻击 被砸车或砸电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罕见发生谴责 目前以巴冲突酿成超过百人死亡 这让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众议员忍不住难过哽咽 当她念出一封巴勒斯坦母亲写的沉痛留言 整整七秒钟心痛说不出话 目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和以巴双方领袖通话 希望化解冲突 尽管美国立场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 但也不想看这场冲突真的演变成全面战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